台湾有不少的民众都有抽烟的习惯 但许多的民众为了省钱 会购买来路不明的劣质烟品 可能造成严重的健康危害与逃漏税的问题 财政部北区国税局特别结合一文活动 举办防治烟品税捐逃漏宣导活动 希望透过有趣的互动 增加民众对烟品逃漏税的认识 有失裂烟品会造成身体的健康 那如果你有吸烟习惯的人 那能够用这个正常的烟品 那正常的烟品你只要是价格低于31.8的 这个烟税跟这个健康捐的话 表示这个是失裂的烟品 那我们当然也希望借这个活动 然后能够传达大家要珍惜自己的健康 然后也来防治这个失裂的烟品 来达到的租税公平的正义 活税局还举行捐发票做公益的活动 将民众捐赠的发票再捐给两个社福团体 希望为弱势的孩子尽一份心力 发票能够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社福团体 新竹交付中心所受到照顾的孩子 将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发票捐赠的金额 能够受到很好的照顾来充实他们奖助血金 那我想这样的一个公益宣导又结合了慈善的活动 是非常的一个良好 在新竹演艺厅里 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一块来参加活动 孩子们不但非常期待接下来的表演 也非常投入参加税娟问答活动 让整个宣导活动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 海波新竹林彦斌采访报道 请问我们的答案